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听说这间山东小莫麻油 这间店好像是百年老店 真的是很有历史 已经快要两百年了 对 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家店的故事 它为什么叫山东小莫麻油呢 根据他们第四代 叫陈朝记 他的先生 他自己本身也是练拳击的 很健壮的 当然他说 其实我们台湾人 吃的麻油是什么样的麻油 是黑麻油 黑麻油是做什么 有没有吃过烧酒鸡 麻油鸡 那个就是黑麻油 然后山东的麻油 是做什么的 是凉拌的时候家乡的 那时候国民政府带了一些外省人过来 他们看到我们这边吃黑麻油 他就说我也要来学黑麻油 那他们就觉得说 你要学我也要学你们啊 所以他就学了那个山东的小磨麻油 就是叫做那个白磨油 我们通常我们是台湾是黑麻油 然后他们是白麻油 那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呢 可能台湾人都了解我 我是卖黑麻油的啊 可是为什么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干脆把我的店名取名成什么 山东 他一般以为这家店是山东人 其实不是 是道道地地台湾人开的 山东小磨麻油 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老师可是他可以 哇在这个这么热闹的 饶河街也是 然后哇这个存在百年以上的饶店 也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的麻油都是他自己调制的 那个老板曾经跟我讲说 来你摸摸我的皮肤看看 很光滑的哦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说他每天要在练油 他都要四油每天都喝油 所以他的皮肤是非常光滑滑亮的 是因为喝了他们自己这种 纯天然的最健康的油 都是他们自己提炼的这样子 那个老板是说 那我是很老实的在做 然后他觉得说我老实做就是 就是很棒的 就一直流传下来这样子 就是很诚实的 就是真材实料 然后很用心的在制作 这就是他的口碑 就百年来时钟如一 这样子一直秉持着初衷 在做这些麻油香油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他觉得这样不会被时代淘汰 真的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松山市场 然后刚刚听人说这个好像是市场的办公室 对 那他好像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年代的 对 他就那个日记时代就保留到现在 然后他还蛮特别的 他是这个板子是最主要保护他里面 他是用土盖的板子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这个外面的木板 重点是里面那个他的土墙这样子 对对 那我们 我小时候这个市场还是很热闹的 里面都有卖菜啊卖鱼啊卖肉 可是现在呢 因为有夜市了 那大家还有就是虎林街那边 冯村市场变很大 所以每个人都跑到冯村市场去忙 那这边的市场就比较少人在买 那就 刚刚那个彭先生也有讲说 他们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就不想做了 所以就变成有些摊位都没在卖 就只剩下一两摊有在卖水果 还有卖肉这样子而已 老师所以他这个市场里面的格局是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他里面有那个 他的 颜酱 和横梁那些 那个都是从日居时代就留下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早期 我们台湾是没有市场这个概念 是日本人把它引进来 这个市场的概念 不然我们大部分都是庙口 庙会 在那边交易 做交易 那后来就是 就在这边盖了一个松山市场 就是专门让大家可以来这里买菜啊 买东西的地方 它有比较卫生这样子 然后刚刚那个屋顶没有看到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市场讲究的就是空调 所以有很多的窗户 对 所以就是要让空气流通这样子 对对 所以那这个市场 所以其实在台北这边的话 好像是只有这个市场是从日居时代留下来的 对对因为早期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合格 所以我们双山市场算最早的一些 买卖的市场交易的地方 然后还能够保留到现在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双山唯一成立谷迹的就是这个双山市场 就是市场成为谷迹的这样子 唯一有一个谷迹 其他的都被拆掉了 是 有市政府成立 就是市定谷迹这样子 是 老师这里是台北府城隍庙 好像跟那个另一边的那个峡海城隍庙不太一样 不一样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城隍庙 城隍就是保护这一个做成的一个神 那它写台北府 可见的它就是哪里的城隍庙 就是台北府的 对 管台北府的范围 对 那那个台北城以前在哪边 就是你现在有什么东门西门 北门 对 对 所以台北府城隍庙 它这个城隍庙 早期是在一个城里面 是我们自己台北的一个城隍庙 是 然后那个峡海城隍庙 他们从大陆赢过来 那那个以前的官员如果说来这里就任 他一定要去城隍当地的城隍爷 拜码头 拜码头 对 那为什么他们帮到这里呢 因为在日记时代的时候 他把台北城的城隍庙拆了 那他就把这些神像 祭放在像大造成有的城隍庙 那祭放那里 然后有的放在旺海的地藏庙 那我们这边地方人士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祭放在那里 所以他就把他供奉来我们上山 那就盖一间庙给他 那在日记时代 其实日本人他好像不太有希望 我们成立庙 所以他不能再用台北府城隍庙 城隍庙来做名称 所以他早期有改成昭明庙 那昭明庙 后来最近几年才又改回台北府城隍庙 这样 改成昭明庙 可是其实供奉的还是城隍爷 就是我们台北府的城隍爷 是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日记时代 就是为了要避免 就是掌权者的就是有意见 所以就改成叫昭明庙 那当时他们要改名字的时候 也有福兰 福兰 然后说这个是什么 报应昭彰 因为那个城隍爷他也是属于那种 你以后一定要报到的地方 那你做什么事情 你在人间做什么事情 城隍爷都有办法知道 所以这个城隍庙里面有一个大扇盆 可以算你在世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好事 做什么坏事 这样子 就是城隍爷都算得一清二楚 这样子 对 是 那所以人们就 城隍爷一定要存在 我们台北府的城隍爷一定要存在 是 从玻璃 안